3 HAPPY NEW YEAR 我們要說HAPPY NEW YEAR 不知道你三個 HAPPY NEW YEAR 又中又英 是我們的風格 3 2 HAPPY NEW YEAR 2022年了 這個疫情一直是 沒完沒了 趕他不走 頂他兒子 但不要緊 是 要保持努力 保持搶 找些新東西 多出街 多花錢 將經濟 蓬佩奈 去年對我來說 最難忘 而且人生最大的一個項目 就是搬屋 是… 但我覺得我們搬屋之後 住的環境比較舒適 其實是令人想起 和所有事情都好像… 好了 空間大了 環境其實都是新界 空氣清新一點 沒有那麼擠迫 車很多 人很多 但是沒有那麼多 算是 所以… 舒服 是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2021年其中一個 最多的 所以2022年 就要搬到更大 不要搬住 千萬不要搬住 夠了 我想我可以好幾年都不搬住 真的很辛苦 我覺得20… 這是很搞笑的 其實我也不好意思說 這個故事 所有身邊朋友都知道 網友好像是第一次說的 就是在2020年 疫情開始 陳先生很緊張 Damon學會說髒話 很糟糕 哈哈哈哈 2020的 4、5、5、6月呢 那些東西 好像又受控 又突然間又好像不受控 那我就… 我呢 潔癖啦 Sara拖著 Jamie 那我就很緊張 任何事情當她不相信的時候 或者有少少的結束的時候 我就會… 說髒話 不是罵人 是說我… 是說髒話 聲量就不是很大聲的 但是咬字很清楚 你說Damon的咬字吧 不是 我先說 因為我兒子的咬字都很清楚 但是呢 他聽完他爸爸說了幾次之後 他說的時候很可愛 和很害羞 他會是… 嘟嘟嘟 很難形容的事情 他是靈語氣 沒有態度 是說髒話 那他看著他的時候 又忍笑 好 不要讓他知道這句話不能說 他就會由… 我想2020的六月 說了幾個月 那我就想 其實不要再說了 控制一下自己 就轉了 轉廣東話 一樣是 那他就由英文 學了廣東話的粗口 那就… 其實很激 那他就由六月斷斷續續 就說了幾個月粗口 現在沒有了 那… 他放下了這件事 那什麼時候 人才開始放鬆呢 就透過Daymond介紹的粗口 當Daymond開始 完全不說的時候 就是… 2021的1月 那就是發覺 原來… Jason終於放鬆了 這個疫情 對他的影響 是減少了很多 嗯… 但是… 有半年的時間 Daymond的粗口 是非常流利的 所以他們說 家長是很影響小朋友的 就是我自己也覺得 有點… 不太好 不要緊 他戒了 哈哈… 他已經是一個很乖的 不粗口的小朋友 嗯… 那這個故事的關鍵就是 就是當一個人放鬆了 之後呢 就要工作 生活其他各方面 都要搶點 拍多點好東西 出去多點 想多點 我最開心就是你放鬆了 對 2021年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但是… 2022年只會是更好的 Yeah 2022… 有什麼計劃呢? 其實計劃很多 嗯… 想做的事很多 不是生第三個小朋友 好嗎? 好嗎? 不用問 不用留言 好嗎? 好嗎? 其實也不抗拒這個想法 暫時不太準備好 那些事情要開放 要彈性處理 謝謝你 但是當然今年就很想專注工作 拍攝 YouTube 一些不同的節目 還有我想演戲 嗯… 大家不要期待我演技啦 哈哈… 黃小姐 哈哈… 你這個… 店舖 哈哈…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入行 都十二年左右 一直大家對我的形象 就覺得我是一個主持人 詩儀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份工作 但是我覺得 沒挑戰過我自己的演技 我就很想很想很想 有個機會去嘗試一下 很想… 很想很想很想 很想… 很想很想 我想慢慢起步 會不會上一些演技術 看看有沒有一些小的角色 可以讓我嘗試一下 會不會挑戰一下舞台劇 有機會… 一些小的角色 嗯… 其實無論是電視電影 或者是舞台劇 其實都是演戲 嗯… 演戲是很好玩的 但是… 會不會有這樣的角色 這樣的機會呢 就… 可遇不可求 這件事很難說 到時候要你多多指甲 不敢說 我… 我是亂演的 那昨晚呢 就看到Sarah 做了一個直播的倒數 厲害啊 那我也想其實 有機會跟Viu合作 啊 開電視合作啊 如果TVB 有適合的劇本 都可以合作的 我覺得我可以拍的東西 實在太多太多了 那過去這兩年呢 大家都是… stay at home stay in Hong Kong 那我覺得是時候呢 就將那些工作 走出去 我很想回去英國拍一些東西 是呀 歐洲啊 那我拍完之後呢 我覺得可以交個拍給你 那我回來隔離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澳洲 見一下爸爸媽媽 順便拍一些東西 那就… 剪自己的節目吧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安排 除了… 我可以take a break from you之外 郭小姐 嘔嘔嘔嘔 嘔嘔嘔 嘔嘔嘔 嘔嘔 嘔嘔 不好意思… 嘔嘔 嘔嘔 嘔 嘔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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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這兩年呢 大家都很好奇 其實世界各地其他地方 究竟是怎樣 大家的生活轉變成怎樣 那如果譬如我回歐洲 我就可以跟大家說到 究竟其實這兩年 對那邊的人的 change 是甚麼 因為我之前在這裡住了這麼多年 我們過去這一年呢 都怕了很多 我們以前成長 以前英國是怎樣 以前澳洲是怎樣 的一些片 但現在 會不會完全不一樣呢 嗯 現在的我 結了一分 有兩個小朋友 可能一些東西很難適應 會不會搞不定呢 這件事呢 真的要試了才知道 另外一件事呢 我很希望可以做到的 就是睡多點覺 因為其實我相信很多家長都知道 兩個小朋友 哇 合唱團的晚上 他唱完都他唱 雖然都是很多時候 陳生辛苦些 但是呢 我也是 這個願望是 希望我們兩個都可以達成的 就是睡多點覺 為甚麼我會睡再少些呢 是因為 不要這樣說 就是我是Damon的自愛 暫時 我是亞太區最受歡迎的爸爸 是 暫時 我肯定是最受歡迎爸爸的人 但是之後就會媽媽的 會 所以就每隔 兩個多三個小時呢 就會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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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起來 爬過去 爬回去自己的房間 很幸福的人 但是 很累 很累 所以就睡多點覺 多點休息 可以身體好些 做多點運動 這些是很簡單的 可能你會覺得我說話很行 但是其實要做到 是一件很難的事 生活檢點 運動 生活檢點 運動 你貌汗是誰 生活當中的飲食 其實睡眠也是要生活的 我沒有說些其他事情 你說生活檢點 雖然我都是那些 沒得下想 我都是那些很偶像級的 我都是 我以前都是 你越說越創 不要再說 對 最後就是生活檢點 OK 包括飲食 睡眠時間 運動 運動 不要亂吃 不要亂睡 有質素來吃 還有有質素來睡 你是不是會說這些 哪有這種事 它純粹是我剛才說的 不要越說越錯 對 那大家2022年有什麼願望 快點留言和我們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願望成真 玩得開心嗎 吃得開心嗎